大家好,我是hello 今天和大家来到旺国 今次吃点心的地方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它全家都是吃素的 所以点心都是素的点心,吃素的 现在还要是下午茶时间 好像还有些优惠 至于好不好吃,大家一起来吧 大家如果未订阅的话,记得订阅 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你的支持就是我拍片的动力 多谢! 它的位置是在旺角度那边 我们在旺角地站,HL快富街这边出 在A2这边,海途发展大厦 出来我们过对面马路 这就是波兰街,即是卖一些 墙子、厨具那些 我们向着这边,直走 走到旺角度,左转 直走两步 就是了 这里的位置其实都算方便的 近地点而已 不过这边就少东西 最主要是买一些装修材料 平时就会少人过来找食物 这个环境,其实地方就不算很大 就有些像旧式的丑楼的装修格局 就是装修不是很华丽的 很普通平民,但都算OK干净的 我都知道了,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素食自助餐 但是很多的时间太短了 通常都算70分钟 最多90分钟左右 你说想慢慢吃,坐下 就没什么地方 如果你说吃素的话 这里都是坊间少有的 就是专做一些素点心 以及可以慢慢坐 就是有些酒楼的梯子 因为一般素菜馆都是以小菜为主 就是如果你想享享一中两件 就是如果你平时的酒楼 就是你如果吃素 一般酒楼就选择不多 那这里可以尽情地吃 如果你吃素 那现在是下午茶时间 由两点开始 我先看它的价钱 它真的很优惠 它的点心 大中小点都是15.8 另外特点是22.8 那茶位就是9元 还有最特别 就是这个下午茶 是一支日都有的 不过留意一下 有些特别日子 就没有这个下午茶的 譬如佛丹 初一15 还有它说是公众假期 星期日那些不算的 不过你最好打电话来 确认你们吃之前 如果不是下午茶的时间 它也不算很贵的 它小点是15.8 中点是17.8 大点是20.8 特点一样都是22.8 茶位是一样的 都是9元 那除了点心 它另外背面有一张 譬如有些炒粉面 一样的星洲炒米干炒 还有它有一些二人餐 四人餐和六人餐 详细你可以自己看 还有些小菜 还有比较特别一点 有些咖喱 因为素菜比较少 是咖喱的 先喝一口茶 今次我先叫水 喝一口茶 比平时的酒楼好少少 起码有些茶味 那当然也会有点够 这个黑松露燒买 它上面的黑松露 一来到已经闻到一些香味 可能它够热 所以令到它的味 散了出来都挺香 虽然现在是特价 但是它也有四粒 卖上也挺帅 真的挺像有肉的燒买 那我拆开看看里面有些什么馅 里面的材料就是有些沙角 有些红萝卜 还有一些木耳的 增加口感 很爽口 那些沙角都挺清甜 当然一定没有你有猪肉燒买那些 有些肉的鲜味 但是它的蔬菜都挺新鲜 最重点就是黑松露 它的香味带了出来 整体上整个烧买就提升了不少分数 还有呢 它们的豆瓣酱都挺特别的 平时豆瓣酱是咸的多些 它是带甜多些少 还有有少少辣的 那用来点烧买就很好吃 这个四煲滑鸡窄 真的好像我们平时的鸡窄 看到的样子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四样 真的有四样的 那里面就有脆肉瓜 跟着有素鸡 跟着有冬菇 还有还有很大的芋头 这个腐皮真的要讲一讲 非常之高质 它吃下去又比较烟硬 而且也挺重的豆香 它很滋润 吃下去又不干 还有带一点甜味 材料里面有脆肉瓜 多汁 多新鲜 素鸡都是一般一样 冬菇也足够汁 那我重头气最大的那一块 芋头 哇 很好吃 它做得很粉 而且它整体的鸡窄 调味也不会太咸 加上腐皮 我觉得比外面的鸡窄更好吃 而且不会太腋 几子蒸柚皮 为什么会叫 因为平时就算是普通酒楼 也很少有 那这里只好有 而且这么便宜 当然是试试 这个柚皮也有很多 另外它的底部 就是一些芋头 就是小小粒 那这个柚皮 我觉得就干了一点 吃下去就会有点稠味 因为它的调味就没什么 比较淡 比较淡 平时那些可能会加一点味 或者虾子 因为这里当然不能加虾子 有些味道会令到它 有些清香得来 有其他调味 那这个纯粹的味道 那个结味比较重 和比较多渣 就干了一点 就没那么好吃 这个就 这个灌汤饺 就不是大中小点来的 它是特点 所以贵一点 它的汤都挺清 而且你看到皮 都挺薄的 不会很粉 很厚的 这个汤是清清的 但是都很重 那些菇味的 和平时我们灌汤 做的汤是不同的 就是偏向清得来 有些香味的 皮跟它的样一样 吃下去是比较薄的 不会很糊 很粉 里面最主要有两种冬菇 不是两种菇 一个冬菇 一个蘑菇 我发现到 还有些蟹柳 很小粒 素蟹柳 有些素鸡的少许 还有 笔内有少许 素刺 整体上 我觉得 不一定要必点 因为不是很特别 材料 通常味道比较淡 还有 最主要是素蟹 味道比较特别 其他就普通通 黑椒 清爽肚 你看这个样子就知道 上面那些是举药 举药 举药 整出来的 底部最主要都是一样 全部都是用芋头来做墊底 最主要是黑椒味 举药就不是太多味道 在里面的 黑椒味调教得很好 真的很像 当然吃下去 没有牛肚烟韧的质感 最主要是爽的 但是味道也不错 这个也是特点来的 这个春风得意肠 但是你看到它的份量也不少 都有6个 都挺大 它的皮也挺薄的 而且也不会很差 它里面的第二层 就是那些网 即是那些炸网 切开看看里面有什么材料 材料也是普通的 沙角、红萝卜和木耳 不过它多了酿马蹄 不要以为所有材料一样 吃到一样味 它每个点心里面的调味 也有点不同 这种味道跟刚才烧买的味道也不同 吃下去也挺清甜 加上网 吃下去很傻的声 口感也挺好的 接着我看过拼款也很划算 15.8元 我就叫了 它来了有四样东西 第一个是黄金糕 接着就是姜汁糕 另外还有鸡包仔 和一个菜苗饺 这个黄金糕也很厚 很厚 很厚 吃下去也挺重的 椰香味 烟硬硬硬 也不会太甜 姜汁糕也挺烟硬的 跟酒楼平时差不多 都是普通的 不会很特别 鸡包仔 它的皮也挺好的 打开后又是三宝 沙角 红萝卜 和木耳 不过它的调味又是有点不同 它有点姜汁味 有点诚意 所以吃下去也是有点不同 跟刚才的材料 这个鸡皮也很薄 鸡面也做得不错 打开里面有很多菜 原来我刚才搞错了 它不是菜苗 它是菠菜 它的菜都很新鲜 吃下去很甜 加上木耳的清甜爽口 整个饺子的层次感就在这里了 最后吃完甜品才走 我看到这个甜品是五元 没有理由不叫 这个就是泰国椰黄水冻 拿来的姐姐跟我说 因为它另外有一个甜品 叫做冻燕窝椰黄奶 它就是说 它将椰肉和椰青水拿出来 之后就用来做这个椰黄冻 所以就应该很新鲜 吃下去不得了 好像回去了泰国 很有泰国的感觉 因为它上面的椰肉 有咬口得来很清甜 它用椰黄水 调教又不会很甜 吃下去真的很有泰式风情 很清甜 五元真的没理由不买 吃饱也是总结的时间 说真的 对于我这个食肉秀来说 去一间齋铺是一个很糾结的事 因为一般齋铺 小炒都是很油的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吃的 但是这间食点心 它的调味又比较清 清得来又不会说没有味道 材料又新鲜 有些菜都很新鲜 感觉上吃下去都健康了 如果喜欢吃齋又喜欢喝茶的 这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价钱又相宜 来到这里 又是沉气的时间 大家记不记得做什么 就是订阅了 订阅是免费的 还有帮我分享给朋友 下面留言 还有给个赞 吃完齋 现在个人都好像平和了 健康了 我带着平和的心 和大家说再见 下条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啊 我会全都行 嗯 idad